这个地球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在乐高的工厂里 每年都有超过5亿个小人偶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单身 然后来到我们的家里面 或坐在汽车上 或躺在箱子里 或者漂在太空当中 其实我每一次拿到这么一大盒的乐高零件 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他们是怎么做到一个不辣的 把乘百三千个大小不同 形状不同 用途不同的零件快速的装到 属于他们自己的盒子里面的呢 比如这盒刚刚发售的保时捷911模型 零件数就达到了1458个 然后装满了 一个两个 一共装满了12个袋子 就连说明书都快有一厘米厚 肯定是不能靠人工来分解的了 那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机器了 乐高的工厂遍布全球 基本上一台机器只加工一种零件 当加工出来的一样零件装满一个盒子之后 会有专门的机器人来将这盒装满零件的盒子运走 同时换上空盒子 运走的零件会在盒子上贴上专属的标签之后 马进巨大仓库的货架上 等待下一个流程 接着工厂接到包装的指令 比方说需要包装一盒这样的911模型 他们就会将所有需要用到的零件从货架上雕出 送到专门的分解流水线上面 一个分解机只负责一种零件 需要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的零件 会有排成一列的这种分解机来剪出 那么分解机是怎么输出 我是往小袋子里面放了一个零件 2个零件 3个零件 还是4个5个零件呢 它根本就不是数的 而是称重 因为乐高零件非常的精确 所以重量也很精确 完全可以靠称重来确定其中的零件数 这是不是比数个数来的简单太多了 真的是很聪明的做法 最后这些分装好的小袋子 来到开放的盒子里面 和其他一些较大的零件 还有说明书一起 封装打包运输销售 就来到我们手里面了 现在我就要开始拼了 好 现在开始装最后一个轮子 真正花了6个小时 哇 完美 嗯 Groundhog 晶 晴 yap 晴死 晴酒 晴 spezie 晴product 晴 radi 晴度 晴飓 晴于 晴宸 晴飓 晴飓 晴飓